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静而不争 说咱刘备也跟曹操跟孙权 咱静 咱不争 有机会吗 得广路相逢 静者胜 你路不宽 得万类双天静自由 你有那万类双天那么大的一个 拿我们今天一个时髦的话说叫蓝海 你有那么个蓝海吗 你去回避低层次的争 追求高层次的静 诸葛亮眼珠一钻 说脚下就是 荆州 你再往远来看 义州说 鉴于荆意有力行事 有力到啥程度 咱可以静而不争 那接下来 问题就出来了 你要静 不仅要有客观条件 还要有主观条件 你刘备有条件吗 也就换句话说 刘备你有优势吗 有多少人捧着金饭碗 要饭吃 如果没有诸葛亮的指点 那刘备呀 就基本上相当于 那种捧着金饭碗 要饭吃那种人 你想 18岁 28岁 跑到46岁 营业执照还没跑下来呢 可见他不知道他的优势是什么 然而竟然这种优势 就在刘备的手中 他自己没发现 诸葛亮怎么发现 两句话就把他 这个优势给倒出来 哪两句 将军记 帝师与之舟 就说呀 你根儿黄苗正 根儿黄 就说你皇帝后裔 根儿黄 正吗 按理说刘备 那个苗啊 就不太正了 甚至偏得很 偏归偏 可是汉王朝的 这个皇帝 汉宪帝 人家 亲自给刘备做过认证 说刘备 你那就是汉史中心 这特点就突出出来了 你这叫天然的 特点 这就叫命 啥叫命 就是先天拥有的 你刘备啊 你不仅有命 你这运还不错的 第二句话 啥叫运 后天碰到的 后天 这刘备 碰到什么了呢 刘备到处哭 是好事也哭 坏事也哭 你要哭不好 叫无能 哭得好 叫讲心意 你说他优势 有多大 太大了吧 简单地说 刘备是什么 是哭着的 姓刘的 结束了 就这么点优势 就足以抓住 荆州 益州 这个有利环境 为什么 是 姓刘的不少 那刘张 刘表的地盘 别人去统治行吗 起码条件是姓刘的 外地干部 谁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啊 人生地不熟的 对不对 即使来 你也不见得 能够统治到 统治住荆州一州 你刘备有着本事 因为你刘备立足于情场 立足情场的人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他交朋友快 他统治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很容易能办到 你说这刘备不是在优势吗 我们讲到这 我们说 诸葛亮的思想 已经往前进了一步 就指出了 刘备俩优势 要发挥 历史和信仰 这俩优势 那么诸葛亮这么分析 从方法论上 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那叫比尔特者优 优势优势吗 咱先说优 对吧 优点 首先应当是特点 你比较特 你才能有优 不是所有的特点 都能成为优点 但是你要想成为优点 你首先必须是特点 那么 诸葛亮怎么比较的 先横向比较 横向比较 看有物 有物旁人 就是说别人跟你比行不行 这是静态的比 再来一个动态的比 纵向比较 看有无来者 就是后人有没有猜出了一个 野性流 比你还能哭 有吗 现在可预见的未来 不会出现 他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思想 用一句话 给他概括出来 就是 独特 是价值的源泉 这句话特别 诸葛亮通过横向和送向比较 分析出了 刘备自身特有的两大优势 点燃了刘备 复兴汉式的希望之祸 那么 我们又该如何运用 比较的方法 找准自身在竞争中的 独特优势呢 那么把它 还原到现实之中 说 你要想是优点 你首先得是特点 咱们体会体会 这特点怎么打造 这优势 怎么通过特点来演化 我们首先说 多一点 可能成为优势 有的时候 少一点 也能成为优势 有的时候 又多又少 怪一点 它也能成为优势 举个例子来说 说多一点 也成为优势 有一个写字间 那一片都是 好多写字间 写字间多的地方 这个送水的公司 就会展开竞争 好几家送水 往写字间里送水 送到饮饮水 不久 就有一家送水站 送水公司 把其他家全打败了 它靠什么 比别人多一点 它多个什么东西 多一条毛巾 多一条手巾 这手巾有啥用的 这手巾起的作用是这样的 一般的送水 那就是把你银水机的银水瓶 空瓶拿掉 给你放上一个 新瓶子往上一做 就算完了 它不一样 把这个银水瓶坐上之后 把这毛巾拿下来的 银水瓶擦一擦 银水机擦一擦 银水机的地板 一米半径内 又擦一下 这先后 不会多花五秒钟 可是就在五秒钟 一条毛巾的贡献 它和客户 就会建立非常好的 牢固的关系 就会在客户中 形成口碑宣传 那久而久之 就一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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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其他的送水公司给打败 这叫多一点是优势 有的时候少一点 也是优势 这个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案例 就是印刷机的案例 一个推销员 推销这多功能印刷机 怎么推销 这印刷机 能印这个 能印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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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功能 那功能 那功能 我跟你说 一个产品如果优点过多 它就没优点 因为你没特点 你自然就没优点 你介绍那么那么多的优点 人家可能都用不上 人可能就能用一个 你说十个 第九个优点对人家才有利 才有用的 你说到第八个 人听不下去了 人走了 第九个你说没听着我 这个印刷机的 走到了一个 商业街 到处都是商场 一看这商场 那竞争啊 白热化 竞争的频率极其高 你家推出个优惠来 海报来 他家又推出个优惠消息 也能海报弄上 各家就看海报 我看你有优惠 我比你还优惠 所以呢 换海报 频率特别快 他一看 这商场什么最有价值 印海报特别快 特别有价值 其他功能说没用 我干脆 我就突出一个功能 这个印刷机 印海报最好 我干脆的把名字都改了 不叫多功能印刷机了 我就叫海报印刷机 再一推广 马上你就明白了 这个就把它卖出去了 这叫什么呀 功能少一点 都是优势 我再跟你说个现象 它又多又少 它挺贵 那都是优势 美国华盛顿社 特区 有一瓶子出 半瓶子出 这半瓶子出啊 比那一瓶子出 都好笑 你说它出好吗 基本差不多 没什么优点 没什么长处 没什么特点 那它为什么好笑 半瓶子还比一瓶子好笑 你看那处少一点 那瓶盖又多一点 那瓶盖不是普通的瓶盖 多了一项功能 什么功能 那是个专利产品 瓶子内外的气压 如果不一样的话 有压叉 那瓶盖就会发出 悦耳的音乐声 那这对谁有吸引力 对小孩 它为啥半瓶子出 一瓶子 你不论咋晃呢 它都没有压叉 半瓶子出 才能出现压叉 气压有压叉 音乐才能出来 这第一批产品 在学校送 那些中小学生 就都知道这件事了 说这个错 能发出音乐声 好了 美国人家庭主顾买东西 往往带着孩子去 在一车东西 在商场里 买回家 你说在一车东西里 哪个不比这出之前的 价值越低 人们在购买上 就越容易 妥协 本来肯定不会买这个半瓶子出 让家庭主顾自己选 他不会说同样价格买半瓶子出 可是 他儿子不干 你不买 我在地下打滚 那这个成本多高啊 所以那不行 那得买 买家来呢 这小子 不管吃啥 都把那醋瓶子拿出来 再一晃荡 嗡嗡 倒点 嗡嗡嗡 倒点 不久就用没了 咱还得买 这就是半瓶子出 又多又少 特别怪 怪一点就是优势 其实不管是多一点 少一点 还是怪一点 只要符合市场需求 就能成为优势 那么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 其他一些特点 也可以转化为优势吗 有的时候 快一点是优势 有的时候 慢一点也是优势 那海尔 是中国的 服务品牌的代表性 品牌 那说海尔的服务 靠什么 服务的本质是什么 海尔的品牌形象 是两小人 大家还能记得吧 一个小男孩 伸个大拇指 啥意思 海尔的产品质量 是一流的 那可不一流的 张人饼砸冰箱 海尔砸冰箱的砸多少来 肯定产品质量是一流的 你就那么自信呢 你就不用服务了 后边的小孩就跟上来了 那说一流的 那是我们的口号 那产品也坏 坏了怎么的 坏了你别杀虎 后边小孩手里拿着什么 雪糕 给你个雪糕吃 你别杀虎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海尔品牌的含义 当然这是我理解的含义 那不是因为海尔自己理解的含义 真的吗 海尔这个服务品牌 这个雪糕 这个服务 什么含义呢 怎么落实的呢 怎么落实真诚到永远的呢 这个雪糕精神 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过去海尔的服务 叫即时服务 顾客 出现问题 四十分钟 你必须到位 这叫即时 现在即时都不行 得主动 得主动即时 啥叫主动即时 小两口买的海尔冰箱 装到车上了 还没等运走呢 这海尔的服务部就知道了 有人买咱冰箱 一看那表 住在什么地方 电话多少 这电话就过去了 小两口还没到家呢 老大娘咱也在家的 老大娘 你们买我的冰箱了 冰箱坏没坏 说没有还没运到家呢 运到家坏了 你好告诉我一声 你看这服务态度多好 没等坏 没等到家 就来上来来修 啥叫服务啊 顾客不怕产品出问题 就怕出问题 没人负责 这家产品没到家呢 就有人负责 那意思就是出事找我 这叫服务 这叫给客户产品之外的心理享受 快一点 像海尔那么快 关怀先到 这叫优势 有的时候慢一点 也是优势 有个企业家 有个老板 去招聘 财务总监 给的薪水挺高 那么多人应聘 最终他确定这个人 不是现场那些人力资源打分比较高的人 当然也不太落后 是处于忠有的人 就挑选他 大家问他 说老总 你为什么就认为他行 你知道因为老总说个啥 老总说 我说很简单 因为他说话慢 说话慢还是优势啊 那对呀 那做财务的 你不能性格太火爆 就说财务人家要求稳健 咱不是说为了逃岁 那咱为了做财务的 那肯定要稳健 这个人说话慢 说明他性格比较稳健 那老板为啥挑他 就是因为他慢 慢一点 有的时候他也是有害 我讲了这么多 是多一点 少一点 快了一点 慢一点 总之就一句话 优势是比较稳 你快不见得是优势 大家懂吗 就你快 这事也需要快 你就是优势 这个大家都读 就你少一点 这事就需要你少的一点 那你就是优势 优势是比较出来的 那么比较什么 就是比较你的特点 比较什么特点 能发挥作用的特点 以上是新闻教授分析了 优势在竞争中的重要作用 那么假如有一家企业 不具备任何优势 又该如何在竞争中取胜呢 没有优势 你可以创造优势 你知道需要什么优势 有的时候你要创造的优势 其实并不难 咱就拿产品来说 产品说同质化 产品永远也不会出现同质化 为什么 因为产品的差异 可以是在功能上实现 即使功能上都无法再实现了 你还可以在包装上实现 那包装可不一样 什么产品不包 都是次品 包一层叫产品 包两层叫商品 包三层叫礼品 包四层叫奢侈品 包五层叫危险品 凡你得包 包的不同层 你说在月饼 为啥今年咱国家下一条令 不允许包三层以上 为啥 包三层就礼品了 再往上包 月饼能当奢侈品吗 我们成形不就成形 月饼包四层 变奢侈品了 那月饼那就不是月饼了 就不是用于吃的了 那有的还包五层的 那不成为烟品了 所以包装 它也能产生优势 说包装咱们现在也不能比了 也体现不出优势了 那文化还能体现优势 啥叫文化 我说一句 大家的人所共知的 叫脑白金 脑白金产品咋样 咱不说了 咱没资格去评价 我也没用过 谁用谁知道 可是脑白金咋样 好不好 人家呀 那公司都没说它好不好 人说啥的 孝敬爸妈脑白金 也没说脑白金有啥功能 人说孝敬爸妈 孝敬爸妈是什么 是文化 我们会经常想到 孝敬爸妈这件事 他喊时间长了 咱自然就想到他了 说想到才有可能想要 想到的人太多了 中国人多 万分之一的人想到就想要 它就成了大市场 那什么缔造的 文化缔造的 这孝敬缔造的 所以总结本讲所讲的那种 特点可转化成优点 优点可转化成优势 怎么能转化呢 特而用 则优 优而用则似 就说特点一用好了 变优点 优点用好了 能变特点 简单地说 优势就在于比特 看谁更具有 特点 那么说 刘碑 拥有优势 拥有优势 就可以高枕无优了吗 不行 你还不能突破自己的底线 如果你忘了自己的底线 失去了做事做人的原则 你的优势 就会在清赫之间 发挥不了作用 发挥不了作用的特点和优点 无论如何都不能变成优势 就刘碑这样的人 他应当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底线呢 请看下集 牢记底线 这一集中 诸葛亮通过横向和纵向分析 指出了刘碑的 帝势和信义两大优势 然而 要想达到成就霸易的目标 仅仅依靠这两个优势是不够的 兵多将广 才是乱世称巡的有力保障 那么 诸葛亮将为刘碑提出 什么样的 烧行纳事的原则呢 请请关注下集 牢记底线